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四岁的时候 就是比较会走的时候 那他们如果是常常在玩着玩着 然后就会去到妈妈的那个裙 而且那个时候 一抓那个妈妈的裙的时候 就是抓到这个裙脚的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伸手 就直接抓到妈妈的这个裙脚 特别是在哭闹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在哭闹的时候 都会躲进妈妈的那个裙脚里头 所以男孩在撒娇哭闹的时候 还是就会躲在妈妈的裙底下了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裙脚仔了 那现在它成为了这个隐身意 也就是比喻没有主见 或者是凡事需要一直依赖父母的人 我们都称它为宽脚仔 OK 就是一个广东话的一个意思 然后当然也不要说只是男生 其实女生也是的 如果你是一个女生 就是被称为这个广脚雷 也就是称为是他比较依赖父母 所以广脚仔 广脚雷 今天就把这个俗语交给大家 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呢 那为什么今天会跟大家说这个俗语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课题将会谈到这个 妈宝 就是妈咪's boy 大家可以发现 现在好像很多小孩 小朋友 甚至现在可能变成大朋友了 他们可能就会渐渐地失去一些 比较独立的能力 而且凡事都会比较依赖父母 我们都称之为妈宝 为什么现在会有这样的现象是越来越多呢 所以稍后呢 我们将会有我们的专家 来跟我们好好的来详谈 不过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来进进今天的新闻热点 哈喽 各位大家好 我是Pauline 陈立信 是我们今天呢 要谈的主题的就是妈宝了 不知道所有很疼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们 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呢 孩子发高烧或者是生病了 然后很紧张地 把孩子呢送到医院急诊部的时候 突然发现 哎哟 医院的人手竟然不足 又或者是床位不足的这个状况啦 因为根据2018年第一系列 国家总基查司的报告哦 有显示说政府医院的急诊 还有创伤部门 也就是这个ETO 因为人手和设备不足的关系呢 而严重影响了施救的措施哦 导致95%的病患呢 没有办法及时获救 而且进行这个急诊治疗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好了 是的 那根据的这个总基查司的报告呢 就是根据卫生部这里啦 在2015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之间呢 有58%以上的这个患者 是在4小时之内才能接受治疗 但是呢有高达74%的患者呢 是要等了6个小时才有办法进行治疗的哦 然后全国呢总共有917宗个案 是没有办法转入医疗病房这么多的 是的 甚至可能大家会听到有一些 特别是稳症的一些病患哦 他们每次呢就是去就医的时候啊 然后呢医院就会跟他说 啊我们这里已经没有这个病床 available了 所以没有办法 你只可以在家里就是休养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患者迟迟接受治疗的原因呢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医院啊 严重的人手不足 然后再来呢就是缺乏这个床位啊 以及这个急诊的这个仪器 还有就是非常紧急的一些病情啊 病患啊 他们到急救部去求诊哦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到 其实真的是人手不足啊 然后我们的医疗设备啊 比较不完善而导致 可能大家呢就是延迟了 这个就医的这个部分哦 是 那我们再来也可以看到呢 如果要到急诊室的话 或到这个急诊部门呢 一般上你会看到有三个区域 不是弱区域 是有不同颜色啦 就是有红区 也就是我们最危急的区域了 还有黄区相当危急 以及比较OK 我们可以先让红区的 进行治疗的绿区 比较不危机的哦 那再来呢 我们也看到机查报告 其实也有提出一些建议 给我们的卫生部的 那其中就包括了 卫生部可以协调 还有整合政府和私人医院的资源 那再来就是促进医疗卫生机构 走向精细化管理 以建立更平等的医疗服务 还有什么建议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公共服务局 可以为卫生部增加额外的人力 以解决人员短缺的这个问题 那最后最后呢 同时要探讨 还要解决设备不足的问题 可能可以就是用一些外包 或者是就建议的一些方案 来解决我们资源不足啊 或者是床位不足啊 一些等等的问题了 当然在急诊的这个过程 我相信还是希望政府 赶快地采取措施 然后把这一块呢 赶快去来挽救一下 因为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是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将会和大家探讨的课题呢 将会是这个 妈妈的男孩就是妈抱 为什么是对的 那你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 我是 真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大主题 新时代父母花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孩子 试试为孩子着想和安排 希望孩子将来的路 可以一帆风顺 因此有些孩子 即使长大成年后 凡事还是会听从 和征求妈妈的意见 做什么事情 都以妈妈为中心 对妈妈有着很大的依赖性 这群时常依赖妈妈的孩子 被俗称为妈宝 甚至还有人 把他们称为 尚未断来的巨婴 父母无微不至地举动 让孩子养成 适时依赖父母 无法独立的个性 父母一方面希望孩子独立 另外一方面 却时时牵挂着 担心孩子受苦 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 让父母陷入两难 也导致妈宝 有日益增加的迹象 究竟是孩子的 过度依赖父母 还是父母不懂得放手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放手 让孩子自己长大吧 妈宝 所以该Pauline Yes的医生 是觉得自己是那个 因为我很想要知道 到底要怎么去定义 是还是不是妈宝 我个人觉得 我还蛮依赖父母的 真的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 可能我们在这个年级了 我们还会觉得 自己可能是妈宝 到底这个妈宝 应该要怎么样定义呢 当然还是请出 我们今天的专家出场了 孩子 我们今天有 Kennie心理学讲师 Kennie老师你好 Kennie好 大家好 那请Kennie老师先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一听妈宝 感觉它是一个很负面 然后带贬义的词 但是要怎么去定义 谁才是真正的妈宝 对 顾名思义 妈宝这个名词 就是说以妈妈为中心的 那么你们有没有以妈妈为中心 在一个独立的时候的一个年龄层 还是依然地听妈妈的话 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跟着妈妈的指示去做 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小孩能够提着书包去学校了 但是爸爸妈妈还要帮他们提 或者他们吵着要爸爸妈妈帮他们提 所以其实不分男女是不是 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会对这个 诗迷于母子依恋心 可能就是有一点恋母情结 对 也没有分男女的孩子是吗 当然这个课题我们是讲的男生 因为之后我们会谈 怎么样的一个男生可以被归类成妈宝 了解 所以今天主要要就是探讨的是男生为主 是 Kennie老师我想问一下 刚刚有看到说以妈妈为中心 凡事都会学求妈妈的意见 其实这样不是出于尊重母亲吗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很清楚 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宽限 它的限制在哪里 而不是一切大小事情 都去跟着爸爸妈妈的指示 比如说三四十岁了 还要回到家 问爸爸妈妈的一些很小的事情 对 那么就是所谓的妈宝 是的 那我们刚才有说到 就是那个比较有恋母情结的 就是恋母母子的恋心 那我们怎么样定义为是属于这个类型 好 如果他们母子 之间不能够分开 就是说妈妈不能没有孩子 孩子不能够没有妈妈的 这样的一个情怀 这样一个心情 那么就是可以被定义成为妈宝 那么长期如果妈妈是代替着 爸爸的角色的话呢 他们母子相依为命的那种感情 就很深 那么也很难划起那个界限 个人就没有彼此的私人空间了 好 那当然这一点也包括说 有一些单亲妈妈嘛 因为你知道如果是单亲妈妈 他们的家庭的教育呢 可能就是他要身兼复职 对 所以跟孩子的亲密关系 这是难免不了的 对 所以也会形成这个妈宝的出现 了解 那我们再深入一点去谈 妈宝会有的一些性格特征好了 好 那么妈宝呢 通常他们是比较不独立的 因为什么事情都是要问过妈妈 什么无论大小事情都要问过妈妈 然后他们也是很固执的 他们固执因为从小到大都被呵护 那么他们就缺乏雄心 没有太多的那个志气 然后他们也不够成熟 就他们的情商方面并不是那么的强 而且做事情可能会比较扭扭捏捏 比较懒散一点 对 比较懒散 但是我们针对的 有没有说特定的一些年龄层 如果是说小孩子的话 父母亲怎么样对待着小孩 是很重要的 很关键的 也有专家指出 如果小孩没有给他们做家务的话 长大了过后的小孩变成大孩 他们的这个犯罪的几率会比较高的 是 对 所以做家务很重要 所以他会有一些责任性 是 当我们在做家务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教导我们的孩子 一定要按部就班 要听从大人的话 如果他们都不做 都违背 那么当然大了之后 他们就会心里这个变相就比较偏激了 这样我妈妈真是做对了 我们从小就是做家务搭搭 自己洗鞋 是 跟我一样 所以其实是一个对的教育 良好的教育 是 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必须的 好 那刚刚我们也有大概提到说 其实要怎么 要在什么年龄层 才可以定义说他不够独立 或者是他不够成熟 因为像你不可能要求一个 七八岁的小朋友 小学 又变得很成熟 对 我们要怎么去定义他 所以在那个小孩能够 他的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话 我们大人就要放手给他去做 例如 比如说小孩长大了 可以自己独立吃饭 可是大人还不要放开 还要帮他们 喂他们吃饭 这是真的 是 然后替他们冲凉等等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如果是大人有时候就是 不断地在帮助你的孩子的话 那孩子肯定就会依赖 像中学生了 可能父母还在帮他整理书包 或者是每一天都在帮他 就是看作业等等的一些状况 可能就是会让你的孩子过度依赖 对 没错 那如果是形成妈宝了 那将来他们可能在待人处事上 又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困难 对 他们待人处事 凡事都会听从妈妈的 他们开口闭口都是妈妈 妈妈 我妈妈说应该这样 对 妈妈说 身边好像真的会有一声妈妈 你讲永远都是排第一 把妈妈放在嘴边 然后拿对方来和妈妈做比较 这个是比较严重性的 因为将来如果你出道社会做工的时候 还常常把妈妈排第一 妈妈最重要 那么身边的朋友 尤其是女朋友 他们肯定会吃醋的 是 这里可能也是有分享一个个案吧 是 之前我有一个个案 她和她的女友就是拍拖十年 拍拖了十年之后 她结婚一年就离婚了 对 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女方不满意她的丈夫 凡事都把妈妈排第一 她觉得自己受到威胁了 搬进去住 住在一起之后 凡事她的丈夫说什么都是以妈妈为主 所以这个老婆实在受不了 结果就以离婚收场 对 因为成家立业 毕竟可能到时候我们就会把男生的 那个角色放为第一 因为一家之主 对不对 如果这样的情况什么都要妈妈的话 肯定就会有觉得那个比较不舒服的感觉 对 心里就不平衡 那为什么我们来看现今社会 这个妈宝的情况会日益增加呢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好 也许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说吧 第一方面是妈妈对孩子的这个观念 妈妈怀胎十月 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肯定 生了下来肯定她的孩子 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孩子 然后她就要有占有她的这个心态 那么妈妈有占有孩子的这个心态 她就是很设想办法 都是去参与孩子的一些大小事情 所以到一种无可自拔的地步 可是这种情况会不会是 父母也呈现出比较不独立的一个现象 对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 如果说妈妈也不要放手 孩子就依赖 那么之后就形成了一个习惯性 那么习惯了九二九十年 二十年下来 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妈宝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 错误的教育方式呢 也会导致妈宝越来越增加 对 错误的教育方式 如果是说过度地溺爱 过度地呵护 比如说孩子做错了也不打也不骂 那么就会形成他们觉得 没关系 我的父母都没有骂我 都是没关系的 为什么别人要骂我呢 以孩子为中心 对 以孩子为中心 所以孩子过度依赖父母 也是妈宝增加的原因之一的 比如说孩子去到邻居家 可是就把家里的邻居家 搞到乱七八糟 父母亲也不讲也不骂 那么形成了妈宝的这个几率就很大了 好 还有就是懒惰成性 父母看到你的孩子比较懒散 然后不及时给予指点的话 那可能也会让他变成妈宝了 是不是 对 再来习惯于自己的一个舒适环境 就是舒适中心也是很有可能的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长大后会面对的一些问题 又会是什么 对 长大后我们可以分成三方面吧 也许第一方面是人际关系 然后工作 还有这个感情 人际关系很直接的就是 你常常把妈妈放在嘴边 然后觉得妈妈很重要 时间到了要回家陪妈妈吃饭 那么你身边的人也许就会嘲笑你 讽刺你 那么这种压力 就会导致这个妈宝内心上 有一些的不平衡 然后工作方面 老板也会比较难让你 把重大的责任交给你 对 把重大的责任 会能够做自己的决定 是 那么到了社会工作 还要做出那么大的决定之类的 那么老板肯定是比较不赏识的 然后再来一方面就是感情 感情就是很直接的 如果你一直把妈妈放在第一的话 那么你的另外一半就会投诉 比如说我有一个同事 他就说我常常我的老婆煮什么饭 我都会把那道菜跟我妈妈煮的菜 来到去比较 然后就说可能改天你回去家乡的时候 你跟我妈妈学一学之类的这些话语 那就可能会影响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好 没错 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跟这个妈宝还有怎么去预防你的孩子 变成妈宝的资讯 那先进一段广告 但是我们在进广告之前 先来看你一下最妈宝的星座 到底有哪些星座呢 最妈宝的星座 巨蟹座 巨蟹男是不少女人心目中的好老公人选 她们听话 孝顺 永远以家庭为重 她们认为百善孝为先 所以对伴侣的要求也以孝顺为主 其实很多巨蟹男都有恋母情节 她们喜欢被妈妈照护 因此当遇上重要的事情 需要做出决定时 她们都会想要找妈妈一同商量 最主要的是 巨蟹男什么事都以妈妈为主 她们并没有自己的主见 在精神思想上也还未成熟 双鱼座 双鱼男的母亲总是喜欢把她捧在掌心 因此她们对于很多大小事情 都需要妈妈帮忙做决定 并且认为她所说的都是对的 双鱼男有这一颗柔软的心 特别见不得父母心情不佳或者是吵架 因此当自己的老婆跟妈妈吵架时 一般都会先请求老婆沉住气 稳定妈妈的情绪后再与老婆好好的沟通 此外双鱼男常常被标上在家从母出外从妻的标签 那是因为她们缺乏主见 性格敏感 没有自信和安全感 骨子里总是像小孩一样长不大 认为妈妈的怀抱才是最温暖的港湾 金牛座 金牛男的个性老实稳重 脾气温和 懂得存钱 是多数女人的择偶标准 可是她们却是名副其实的妈宝男 妈妈在她们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以及无可取代的 不仅如此 她们在财务上总是无条件的信任妈妈 此外固执的她们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 别人说再多都没有办法改变她们的想法 欢迎继续收看《活力加油》 这样我们今天在谈的主题就是 Mummies不够为妈宝了 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妈宝的一些性格特征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妈宝 她在小时候跟长大之后 心理上的一些情绪变化到底会怎么样 好 当然小的时候她们就乐在其中 一些都是爸爸妈妈替她安排 那么小的时候她们不会受到太大的压力 心理压力 有被呵护 被爱的感觉 对 有谁不要是不是 如果我现在到回去你是小时候 你肯定会很享受 但是长大了之后就不一样了 因为长大之后你去到学校 同学们的比较 然后去到社会工作 那么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都会造成内心的一些纠纷 我们的本我 自我 超我 三者就在那里打架了其实 好 那刚才老师有提到 就是内心的这个纠纷 就是本我 自我跟超我 对 这怎么样来理解 好 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图 就是有一个冰山的 对 这个是以心理学的 这个方式来去解释 我们人内心里面呢 我们的想法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本我 自我和超我 那么本我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们内心里面其实很想要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妈宝 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是享受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成长过程 那么到了社会工作的时候 他的自我 他面对到社会的压力的时候 他们很想改变 但是也许又很难做出改变 那么他的超我呢就会跟他说 那么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是否要改变还是不应该改变 这这样的一些纠结 这样子的话他的超我 就没有办法真的是去超越了 他的超我通常我们是以道德价值观 或者是我们如果有宗教背景的 我们就可以依着宗教背景 来到去做一个平衡 好 那这个自我代表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自我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好 可能他就是比较 没有意识的一个情况之下 因为他们就在打架这三则 了解 那那个本我又代表的就是 本我代表我们内心深处 其实是想要的是什么 原本的意识 对 我们原本想要 内心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在行为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 了解 所以这三大面相就不断地在挣扎大家了 对 就看谁赢谁输 了解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妈宝 他们真正地遇到挫折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的抗压能力就比较弱一点 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呢 这个要看整个大环境吧 如果说旁边有父母亲的引导 那么其实他们还是能够去超越自己的 但是说如果妈妈本身就已经是觉得 我要赞有我的孩子 就好像刚好我们说的 那么这个孩子就比较难地去成长 好 那小孩子的反应又是什么呢 通常他们这些妈宝孩子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那么如果说那个孩子是习惯性这样子 那么他就会觉得 所以我没有在乎 不以为然 对 有两种状况 是 其中一个就是会不如 另外一个内心会很受到伤害 就回到家哭泣 寻找爸爸妈妈帮助等等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父母那一方面呢 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那么父母一方面 如果是他们已经是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妈宝之后 也许会面对更加大的这个 这个压力问题 那么他们就会 没关系 就支持你 总之什么事情你做的都是你对的 就是不管什么孩子做的就是给予支持 对 那也未必是件好事 对 就是还未反省 还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在宠着孩子的后 对 那如果已经知道了他们在宠着孩子 一般上会怎么记住 如果是反省后的父母 他们通常就会鼓励他们去面对问题 就在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 就是鼓励他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如果真的避忆无奈需要帮助的话 他们才给予多一些的帮助 那老师其实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父母 其实父母身为父母的话 最好避免犯下 对 如果身为父母的话 通常我们会鼓励父母少指指点点 然后就不要过多于给这个孩子意见 就是你可以在床边给一些的提醒 但是最终的那个决定权还是要在孩子身上 好 当然这是有 可能就是小朋友来到一定的成熟度了 对 就是太小也不能够 对不对 如果他已经上到了比如说大学 还在反选科系之类的 那么父母亲就叫他们 你去选读这个理科 上课 结果读读一下 两三个学期也不见人了 因为他们其实过后才发现 我不喜欢这个科系 所以还是要给孩子一些比较自由的空间 让他们先去做出选择的 那孩子那一方面呢 如果认清自己是妈宝的话 他们应该可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是 如果他们是孩子认为 其实我这个妈宝其实受到太多的压力 那么之后他一定要认清 首先我是一个妈宝 然后我要下定这个决心 我要摆脱掉这个母子意念型 先承认自己是妈宝 对 就先承认我有这个问题先 然后我们要设定目标的去 将它解决掉 再来就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去面对这些问题 要学习思考及解决问题 之后做出了一些决定之后呢 也许不是最完美的 那么到时候我们再来自我反省 自我反思其实也还不迟 真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父母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 好像决定妈宝真的是父母 真的是你会影响到你的孩子 他会不会是一个妈宝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课题 其实也蛮具争议性的 因为像我其实跟父母的感情非常好 所以很多时候呢 任何的一些生活的意见 都会先询问父母的意见 或者是他们说老人家吃的盐 比我们走的桥还要多 所以有时候在尊重以及依赖 这两者上可能就有一些混伤 没错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 会跟大家说父母 可以怎么去避免让你的孩子 过度于依赖 或者是让你培养一个更独立的孩子 是 过现在我们先来看看 就是在动物界里头不合格的妈妈 又是有哪些呢 动物界中不合格的妈妈 角口莎 角口莎有两个可供胎儿发育的子宫 而每个子宫可孵化多达20颗卵 但角口莎并不是哺乳动物 而且没有胎盘 因此它都靠胎儿的棋和肉 来补育孩子 当卵开始孵化生长时 小鲨鱼们便会为了生存 而互相厮杀 变期结束后 将只有一条幼鲨 能成功从子宫中脱离出来 袋鼠 在食物充足的季节 袋鼠能同时补育 三个不同生长阶段的孩子 老大是可以自己跳跃活动 但还是要妈妈的喂养 老二还生活在妈妈的育儿带里 靠奶水喂养 幼崽则在妈妈的肚子里还未出生 处于休眠状态 但如果面对干旱季节 食物短缺的话 袋鼠妈妈首先会拒绝 哺乳能够独立生活的老大 让他食用炒料 如果奶水也干枯了 在育儿带里的老二 就会死去并掉落出来 这时处于休眠的幼崽 将会迈向第二个发育期 兔子 兔子通常生活在一个结构复杂的洞穴里 当兔子快要生产时 他会用干草和身上的毛发 修建一个小槽穴 然后粘进洞里把小兔子生产下来 生产后 他便会冲冲出窝 然后把出口给封上 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天里 每天只会返回窝里两分钟 并十分粗鲁地给孩子喂奶 到了第二十六天里 他就会抛弃孩子 小兔子们必须自己从窝里爬出来 然后自理更生 昌鼠 在昌鼠的哺乳期或分娩过程中 如果觉得有人要伤害他的宝宝 他就会把刚出生的宝宝吃掉 不让人伤害他 此外如果出现食物不够 或刚出生的昌鼠宝宝营养不足 天生残疾的情况 昌鼠也会因为觉得没有能力喂活孩子 或是认为他不能安然存活 而把他们吃掉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今天在台南的主题就是妈宝了 那现在我们有Crandy心理讲师 心理学讲师 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到底父母应该要怎么做 才可以培养出一个比较独立的孩子 是的 那么在孩子适当的这个年龄层 应该让他们去做一些 他们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做到的事情 比如说上了中学 他们可以独立思考 他们要去读文科还是理科 如果是小时候他们可以去思考 或者是选择他们自己要看的 要买的一些衣服的颜色之类的 好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更多的空间 还有就是一些课外活动 因为我发现很多父母 他们真的会阻止自己的孩子 去一些课外活动 他们觉得很危险 浪费时间 对 所以就是要让孩子自己去思考 其实他们内心喜欢什么 好 那当然父母真的是有时候真的要避免 帮助孩子做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 就比如说有什么 比如说父母不应该什么事情都为孩子做主 什么事情都帮孩子打点好 其实应该让孩子有一个空间去思考 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应该有什么解决方法或者办法 就如果是父母一直都不让孩子去发言的话 那么孩子就没有那个学习的能力跟空间 去做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独立 我还是真的觉得独立真的要学习的 他不是说一天两天 我今天明天就开始独立了 他必须要有一个阶段是 而且父母也必须要给足够的空间 让你的孩子去跌跌撞撞 然后去摸索到底我可以怎么样办事 才是我自己学到的一套 对 就是因为现在父母都很担心孩子受挫 所以就过度地呵护 真的 尤其是看到最近的一些新闻报导 就看到了很多孩子担心自己的 父母担心自己的孩子受挫 对 这样子来看的话 Candy老师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 我们可能在育儿方面 或者是生孩子方面 可能会比较减少了 可能以往都会一家子 可能会有很多小孩 可是现在可能只有一个 两个是独生子 整个大环境都在改变 因为真的整个环境的这个不一样 以前的人可以生八个十个 现在一两个都已经很累了 是 我想问一下快点老师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妈宝 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报导 就是说其实这个妈宝的现象 在东方的社会会比较多 或者是跟西方的社会比较起的话 有一个这样子的比较吗 有这样的数据吗 是 西方比如说 他们长大了一个年龄 十七八岁 他们其实应该要离家了 是 就不跟父母同住了 但是这里我们东方人 直到你都还没结婚 都是通常跟父母亲一起住 是 没错 当然整个大环境 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差异 也会有相关 是 还有就是父母可能 对于孩子的一个信任度 应该也是要有一定的一个量吧 对不对 如果是父母都很担心孩子 不能够很独立地去完成一件事情 而过度地呵护他们 一切都帮他们包办 那么之后就是孩子没有空间学习 然后长大了成为妈宝 然后大家又来责怪对方彼此 那么就造成很多的 这个不必要的这些问题 这真的不容易要怪谁的 从种程度上 父母应该也要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 是 对 父母应该调试心情 因为孩子大了 我们应该放手 让他们去做他们可以做到的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也将这个重心 放在孩子的身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着重于事业 还是个人兴趣爱好 就是避免不要将这个重心 放在孩子身上 了解 这个夫妻多沟通及聆听对方 这是怎样来理解 对 就是说两夫妻通常都是 爸爸或者妈妈是过于紧张孩子的 所以他们就要协调 是说可能你是需要放一下手 其实让孩子去面对一些 去碰钉子一下其实也不错 是 没错 就是父母上可能他们自己本身 就要进行协调了 是 又没有看到说很多现在 父母各自的教育方式 其实有一些些不一样 对 都会有差异 那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怎么去协调呢 是 如果是一些家庭当中 爸爸跟妈妈的教育方式不一样 那么其实他们应该观察 孩子的这一个成长过程 是否比较不一样 跟其他童年临层的孩子有什么差异 比如说你的孩子到了七八岁 十岁 十来岁 如果都还不会自己的消息 那么是不是是一些的问题了 开始要检讨了 是 然后我们也尽量避免 在孩子面前起争执 因为现在孩子很聪明的 他知道谁可以欺负 谁不可以欺负 对 而且父母可能 在孩子面前吵架的话 对孩子来说 他们内心也会有一个很受伤的感觉 对 然后孩子会看 这个事情我需要爸爸的批准 我就去问爸爸 然后爸爸如果是 从头到尾都说yes 那么我就去找爸爸 对 如果是妈妈可以说yes 那么我就去找妈妈 所以这两个夫妻间就造成一个困扰 所以他们应该要协调 适当的时候做出退让的这一块 到底又是怎么样 就是说也许我们有时候 不需要抓得太紧 比如说小孩哭闹了要一个玩具 可能哭了一小时 两小时 如果我们还是很抓紧 不给就是不给 我要你在这一刻学习就是学习 那么就没有那个空间去商量 就去协调 所以有时候适当做出退让也是必须的 了解 那紧接着下来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接下来这个图表 它有分这个旧时代和这个现代 老师怎么样来去区别 对 旧时代通常我们是说 90后的爸爸妈妈吧 就是旧时代的 所以这些人通常现在是 40多50以上的这个年龄层 新时代的爸爸妈妈就是说 二三十岁的这个新时代爸爸妈妈 我们这两代这个教育方式 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不同 比如说旧时代 他们是以自己的一贯教育方式 因为他会觉得我生五六个孩子 都是这样子待大的 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现在新时代的爸爸妈妈 却通常是依照专家的说法 对 专家做出了很多研究 觉得这一类的教育方式比较行 那么通过朋友的分享 还有上网查一些资料 其实也没有什么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父母通常他们 就是以这样的管道 来要去学习如何成为爸爸妈妈 但是老人家可能就并不是那么接受了 所以可以老师想问一下 这样子有分说旧时代的教育方式比较对 或者是新时代的比较好 有这样子来去衡量吗 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对错 对跟错 是 就是我们一种米要养百种人 对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看孩子的个性 称赏 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我们要做出一些协调 比如说现在的孩子都是有玩这个手机 这个看这个YouTube等等的 是 难道我们就100%禁止他们不看吗 对 那么他们需要学校的时候 不就是跟人家有一些的落差 拖绝 对 而且还要取决于就是孩子 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的 对 因为可能有些孩子他本来就很独立 比较外向 可是有些比较内向 那也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吧 对不对 所以说父母跟长辈的教育方式 不一样的时候呢 沟通就很重要了 是不是 对 要怎么样去协调 老师 有时候越沟就越不通 对 所以如果是跟老一辈要沟通 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父母吧 如果父母之中要协调 再不然的话可能他们就要 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的计划 不一定小孩就要给爷爷奶奶照顾 或者是外公外婆照顾 可能带去托儿子里等等的 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所以他们都要聆听对方 做出适当的安排和处理 避免起正面的冲突 好 是的 那对于这个妈宝的客厅 我相信大家今天 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好好地反思一下 是的 我们今天再一次非常感谢 Kennie老师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资讯 现在先来看一下 8864到底有什么娱乐新闻呢 HAPPY交给你了 你好 HAPPY 谢谢 那等一下呢 8864呢 会跟大家分享的新闻 哇 我跟你讲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那大家都知道 The Lion Team真人版呢 即将要上映了 对不对 亚洲天王张学友也有参与其中 到底在参与哪一部分呢 等一下要告诉大家 另外呢 曹宇先生的著作 雷宇呢 他们也拍了舞台剧 那舞台剧的两位演员呢 等一下也会在我们的现场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部著作 所以呢 记得留守等一下 三点钟的8864 那这时候我们把现场呢 交回给Jane还有Pauline 谢谢 真的 说到这个The Lion King 真的好期待呀 节目开始之前 我跟Jane就一直在唱 Lion King的那个主题曲了 真的 没错 所以这一部是一定 不可以错过的 所以稍后记得守着8864了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 稍后呢 我们有中色的生活小知识 现代人越来越注重护肤保养 但往往忽略了眼部护理 来自日本京都城的Shisado 为此推出了旗下第一款 眼部精华录 让你为脸部进行护肤之余 也不忘让眼部肌肤 回复紧致平滑 产品推荐离当天 主办单位也邀请了 大马游泳舰匠沈威胜 和马来西亚环球小姐张军妍 前来分享使用心得 此外 受邀嘉宾们 不仅能够亲身体验 该眼部精华录的魅力 现场还准备了其他活动 如弹簧床运动 水晶占谱 按摩体验以及拍照打卡区 为活动增添了一丝趣味 《生活小知识》 我们今天的中色又有什么法把 要交给我们 是的 马上请中色 今天据说我们要做一个比较 小宝贝很喜欢的 对 就是那个宝贝液 是 可以适合小朋友 几乎使用的那个宝贝液 在家里都可以自己做 其实是可以的 只要有适当的材料 基本上都可以使用 做得到 那我们先看材料 来 有什么呢 那我们会使用两种混合不同的油品 首先我们有橄榄油 然后另外一个是葡萄籽油 为什么要两种油呢 就因为橄榄油的话 它的味道会比较浓郁一些 然后葡萄籽油的话 它本身基本上是没什么味道 对 比较轻 是 所以就把它混合 当然你要使用单一的油品 或者是混合其他 比如说月剑炒油 或者是荷荷巴油 也是可以的 所以只要是对皮肤没有伤害 有滋润的油都可以使用 是的 然后因为这两种油品 是市面上最容易在 找得到的 找得到的 超市买得到的 没错 没错 好的 再来 那然后我们有这个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 这是乳化蜡 乳化蜡 它是乳化蜡 就待会我们会把水 和那个油品一起混合 然后因为水和油是分离的 所以我们要这个 水乳不交融 对 让它乳化它 这样子就变成乳化了 可以 好 首先第一步我们就要 还有水对不对 对 还有热水 热水要准备多少 对 热水就大概是70克 然后油品加起来的话 一个是20克 然后一个是10克 所以7比3 对 7比3 好 怎么要去做 要把它隔水加热 当然我们的水也是一样 好 都要隔水加热 对 然后在加热的过程中 我们要倒入这个蜜蜡 这个乳化蜡 对 乳化蜡是倒进油里面 对 倒进油里面 可能观众看不到 但是在隔水加热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乳化蜡都一起倒入 对 那乳化蜡 我们大概只要3到5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来给镜头看一下吗 可以 可以 大家可以看 对 那个油里头就加入了这个乳化蜡 然后就不断地再搅拌 我们主要就是要让那个乳化蜡先溶解掉 好 那我们加热到它大概是70摄氏度左右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 然后它们两者都加热了之后 我们就能够把它们混合在一起 然后再加以搅拌 好 所以一定要搅到它完全地融化吗 对 乳化蜡要完全地融化 等乳化蜡完全融化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它们两者混合在一起 可是老师 我有个好奇 为什么不要直接去煮开 这样子 为什么一定要隔水 因为它乳化蜡 那个乳化蜡大概在40度左右 它就会溶解 然后我们不要把它煮开 是因为你油品太热的话 第一 我们很难处理这个烧杯 第二是因为你太热的话 它其实会加速那个油品的氧化 所以我们要尽量 要保持它的那个质量 不要破坏它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其实它已经完全融化了 对 都融化了 该就这样搅搅搅搅 是 我们可以拿这个水出来吗 可以 好 把它倒在这里 对不对 是 把它倒入混合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变乳白色了 对 没错 就是一般上看到乳液的颜色 然后在我们搅拌的当额 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喜爱的那个精油 对 没错 是的 好 那我们可以滴入 大概滴几滴 3滴就够了 因为是适合小孩的 那是红色吗 这个红色的 好 3滴 不可以太多是 好 主要是因为我们不要太刺激 小孩子 然后这个是茶树精油 也可以加 也是要加3滴 茶树有可以杀菌的作用吗 对 就主要是它杀菌 小心一点 来 我们加入 3滴 水也是很少许 是 它很香 那筋有一滴入的话 对 所以就这样转快 我们就搅拌它 是 搅到它 它完全变泡泡吗 是 搅拌它完全变奶白色这样子 完全混合在一起了 我们就可以装平了 就可以就完成了 是 就完成了 那它的这个质地 它的质地会是比较水状的 还是比较乳状的 它是属于乳状的 乳状 你看它现在它会感觉比较水水 因为它温度还很高 等它稍微降温的时候 它就会变乳化了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地给它放凉 还是什么 不需要 不需要 就直接装品 我们在搅拌的时候 它就开始变凉了 对 它会开始降温 好 了解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在家里自制DRI 是的 我们看到很多现在市面上 卖的这些乳液 是 里面检测之后发现 含有很多的化学物 对 化学物品很多 对 很多的治癌物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担心说 你涂在孩子的皮肤上的这些乳液 含有致癌物的话 就可以选择自己在家里 DIY这一款又健康又有机 对 然后的乳液 然后又不会伤害宝宝的皮肤 然后你就可以买这种小的瓶子 是 然后之后再装入 那就可以了 是的 而且还可以一个人的那个口味 对 香味 就可以替换那个油品 还有精油都可以的 好 好 所以差不多我们就可以装入 就这样完成了 对不对 是 要继续搅到它变成乳白 还有就是两一点为止 所以真的很好 是 我们马上再来温习一下 今天钟瑟 教给我们的这个 baby lotion的这个步骤吧 后面再来温买的 你要不要浌泡 在你的目檻 一股里面 每一股里面 好 然后你又拿出来 就是 我 就是 它好像有点变热牛奶 但是它开始慢慢地会变成那个 比较乳状 待会待它冷却之后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倒入烧杯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蛮浓稠一下的 是 真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倒入 一个瓶装 好 来 这样的话我们加入这个瓶里头 我们可以用多久呢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加入了那个茶树精油 所以它有一定的杀菌 还有防腐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用大概两个星期到一个月左右 好 两个星期到一个月 是 好 而且因为我们自己小量的做 所以不担心 对 如果有多的话 你其实可以保存在冰箱 都可以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发现这个已经不能再 或者是有异味 就是你发现它已经有那个油异味 哦 它会有那个油异味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它开始出现油水分离的状态 那你就可以把它丢弃 或者是重新制作新的 那我们直接试用一下好了 来 虽然它有一点水啦 对 它还没有完全冷质 没错 但是我们还是温温的 大家可以发现一下 如果说加不一样的油 它质地会不会不一样呢 还是还好 它会有一些差别 好 会有一些差别 当然你也可以加入好像比如说 那个椰油之类的都OK的 只要你对那个味道 你觉得比较适合 可以适应那就OK了 真的很滋润 而且它的味道真的很像 我们市面前买的一些有机乳液的 很有机的味道就是的 太棒了 这小瓶就给我啦 谢谢Joseph 谢谢Joseph今天教我们 这个DIY的婴儿乳液啦 是 那明天我们将会和大家谈的课题 就是陶教 接着收住明天的活力加油站啦 Not fair Is it my little friend While some are born to feast Others spend their lives in the dark Begging for scrap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You must take your place in the circle of life. We'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